光刻工厂辟谣了 可不成精不要紧 一成精的居然把一座大神给请了出来 谁呢 杨振宁 他是当代物理学界的第一人 这是被误解最深的科学大家 可是你了解过才知道 这背后是杨振宁在中情局的监视下 持续50年的顶级布局 所有一切得从所谓的光刻工厂说起 前阵子清华大学某团队发文 提出了一种同步辐射光源光刻机概念 然后又传说 根据这个理论建造的光刻工厂 就在河北可以彻底的颠覆光刻机垄断 可是没多久 有关方面就有澄清说 那只是北京第一次在同步辐射光源科研项目 并不是河北的芯片工厂 清华那篇论文 目前仍然是理论 离真正落地还有一段时间 光刻机光刻机核心还是光 而且精度越高 光源也就越难造 尤其是7纳米以下的芯片 需要EUV光刻机 需要激光以每秒5万次的频率 命中时速300多公里的高速吸珠 而每一个吸珠还要连重两次 想想这个难度偷皮就发麻 可是即便如此 3纳米以下也已经不够用了 必须切换另一种光源 而这正中了杨振宁的向外 比如清华大学的同步辐射光源 当年美国就尝试过用在光刻当中 但是阿斯麦的方案更加适合商业化 所以就搁置了 可是杨振宁发现了 这条技术的潜力 前线搭桥 才有了清华大学的相关研究 和理论落地的可能 而同时该项目的 很多都是杨振宁的学生 1974年 杨振宁在美国教高能物理 却突然对一位中国学生说 高能物理没有什么分头 你转行搞加速器理论吧 就好像你想学的是发金子 但是老是让你改行去造铲子 因为铲子能够挖所有的宝藏 你肯定想不通 那个学生当年其实也没有反应过来 没想到 一向温温尔雅的杨振宁居然急了 而且是唯一一词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 杨振宁比谁都清楚 高能物理的价值 谁不想做爱因斯坦 可是研究这个 就要耗巨资建大型的加速器 成本贵耗能高 出成果的概率没有太低 反预算花在这上面 不如拿去造 能够改变更多行业的 小型加速器 所以这些年 它更加支持 中低能量级应用型加速器的发展 应用价值有多大呢 这么说吧 从化学到材料学 研究人员尖填排长队等的用 因为只要用它一照 普通的橡胶塑料 耐用性就更好 废弃污水也能够被处理 甚至能够做消毒塑风 换接和放疗 换句话说 杨振宁对加速器物理的推动 间接地促进了很多行业的发展 上到宇宙奥秘 核子工程 下到芯片制造 核子检测 农业育种 应用范围无所不包 新华的光刻机理论也是其中之一 1997年之后呢 杨振宁更是连续十次上书 建议中国发展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这也是基于 实现电子加速器的 大型科学研究装置 更是光刻机的 备选光源路线之一 这就是人类理论物理天花板 杨振宁的饱和式爱国 任振飞说 今天中国对西方的依赖 不仅仅是设备技术 还有大量的定理定律公式发明 当今时代 科学和技术的边界 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科学转化为技术的时间 也越来越短 如果等理论完全研究明白 再去进行技术开发 就没有先发优势 没有竞争力了 无论是当年的两弹一星 还是今天的华为 都证明了 对技术追赶不是问题 可是在很多领域 技术已经是挖到了极限 必须进行理论的创新 比如汽车 汽油发动机的潜力 早就已经到极限了 所以前学生 早早就建议要发展新能源汽车 再比如说光刻机 行业领头羊从美国到日本 再到欧洲发展了大半个世纪 产业上下游 交叉持股 结成同盟 最后集中在 阿斯曼尔一家技术以真化尽 如果跟着同样的技术路线 中国最多也就是追评 是很难去超越的 但是有了杨振宁提前50年的 从加速器理论层面的布局 一切都不一样了 而最清楚这一切的 莫过于阿斯曼的领导层 以前是他们说 给中国图纸也造不出 后来又说 物理规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封锁只会加速 中国自主研发的速度 最后更是无可奈何地承认 他们能够想到 我们没有想到的解决方案 1971年杨振宁回国前 收到了挚友邓家仙的一封信 信中证实 中国的两弹一星 全都是自己完成的 杨振宁当时热泪盈眶 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 洗脸整理情绪 或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已经站在人类理论物理巅峰的 他在内心深处 真正的找到了下半生的意义 关注小瑶 知性理性 更懂人性